黃牌重機跨越雙黃線 違規超車油門一催發出轟隆巨響 下一秒和另一輛機車發生碰撞 撞擊力道猛烈 機車在空中翻滾後 重重摔落地面 安全帽裂開 還有鞋子留在旁邊 龍頭被撞的Y7扭發 就連輪胎也整個變形 線潮血跡繁繁一片狼藉 而黃牌重機車殼也有刮痕 附近鄰居目擊車禍都嚇了一跳 事發就在二十八號晚上 將近十點 新北市淡水北新路上 當時一對情侶吃完宵夜 準備回家 男友未成年無罩 還騎車上路 二十九歲的重機騎士 疑似超速撞上情侶檔 後座女友頭部重機電線桿 當場就沒了呼吸心跳 鬆一吼還是不幸身亡 警方調查雙方都沒有酒駕 詳細的車禍原因還有最釐清 只不過女學生家屬接到二號悲痛萬分 從沒想過女兒只是出門吃宵夜 卻再也回不了家 華視新聞 黃平軒 陳建安 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有些小鈴鐺 去或許活食器 請見你 小鈴鐺